也就是马先生 其实你在你最有权力的时候 没有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 说实在你是有过的 既然如此 现在我们将功折罪 我们将功不过 希望你能够做出更多往前进的事 勇敢地讲清楚 统一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相信比较有在关心台湾 关心两岸新闻的朋友都知道 马英九先生 即将要在4月1号 是二度到大陆去 那么这一回 他会从广州来登陆 接着会转往陕西西安 参加公祭宣言皇帝的仪式 去年秉重果也参加了 公祭皇帝的典礼 那么接着重头戏 就是马先生会到北京去 很多人都关心他到北京 能够见到多高领导层的 大陆方面的人物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 在行程的安排上 现在说马先生也会去参观北京故宫 我看到这一段不禁玩耳 因为想起我 这个人生第一次到北京故宫 是6岁 而马先生已经70多岁的古兮老人了 现在人生终于第一次 能够到北京 能够进到紫禁城 所以这回马先生第一次进京 第一次进宫 究竟能够见到多大咖的领导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有人就批评 说马英九先生到大陆来又能怎么样呢 确实 我们看去年4月份 马先生是人生第一次到大陆 但是后来我们看 不管是民进党继续猖狂 最后还赢得了大选 或者是国民党继续越来越绿化 似乎这个大势都是难以挽回 连马先生的因为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 提到说呢 我们和大陆方面进行协商谈判 就必须对大陆的领导人有信心 这样的一个发言 也使得国民党方面和马英九进行切割 不准他登上侯友谊的选前之夜 所以你说到底马先生 无论是这一回要去大陆 或者是去年第一次到大陆 乃至于呢 我们说其实2015年 他写下历史 是1949年以来 两岸第一次领导人的见面 马先生的都是参与啊 这个历史的啊 写历史的人 可是呢 当时其实马英九 马上他就要下台了 在两岸领导人见面之后呢 马英九先生没有几个月 就把政权交给了蔡英文 那么蔡英文现在呢 准备要再交给赖清德 这一晃眼啊 八年就过去了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马先生 好像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都很难挽回这个大势 因为在真正啊 他最能够来改变 最能够来力挽狂澜的时候 他错过了 也就是马英九当时啊 他是全面执政 就和过去八年 我们看到民进党 行政立法一把抓一样 当时马英九曾经 他也是如此的风光 但是呢 他没有来紧紧抓住 当时人民给他的权力 来做拨乱反正 很多人说教科书不改 克刚不改 两岸关系又是呢 一直所谓的指经不正 最后啊这个呢 想要来做一点改变 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过去的事呢 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难以再挽回 今天我想来谈谈的是 如今啊这个马先生 既然他已经卸任了 他还能做些什么事 我们先来细数一下 也就是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统派对马先生 一直有很多的批判 事实上很多人也都有 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马先生没有抓住啊 这个历史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今呢 已经成为了两岸关系 讲重一点啊 他是个罪人 可以说呢 两岸最有可能用和平方式 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来完成统一的这个时机 在他手上溜走了 不过我还是要很公允的说啊 在马先生下台以来 他还是呢 有几次的这个发言呢 相对来说 还是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 或者说呢 讲出了真话 比如说 在几年前 马先生呢 他就开始强调 这台海如果继续兵凶战威下去 那么最终啊 一旦爆发战争 那是首战集中战 也就是呢 现在民进党当局 以及美国 一直呢 想要啊 把这个台海的战争 搞到呢 即便呢 这个台湾的海防空防 第一时间 大概就会被解放军 所拿下 但是仍然要继续呢 不投降 也就是解放军 哪怕登陆以后呢 还要打到街道战 巷龙战 那么马先生呢 说出真话 其实首战集中战 那就是大陆呢 大概会快刀斩乱麻 包括我们讲的斩首行动 所以不会再有什么 给你第二波 第三波的机会了 那么这个话呢 其实一定程度呢 也是啊 这个让一些人呢 这个放弃掉说 还要去搞什么街道战 巷龙战 这样的一种幻想 或者是呢 去做无谓的牺牲 那么再者啊 刚刚我已经给各位提到了 马先生呢 曾经有过正面的发言 就是在今年元月份的 德国之声披露的 当时马先生接受 德国之声的专访 那么他提到说 我们既然要和大陆方面来谈判 希望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 就必须呢 对大陆的领导人有所信任 我想这个话呢 很多人听了不爱听 但是确实真话 包括到如今呢 这个台海 很多人说 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可是一直没有真正爆发热战 也是仰赖于大陆领导人的 不管你说 叫做战略定力 或者善意 或者诚意 此外呢 我们看到在去年 马先生到大陆去呢 其实有一个引发台湾媒体 关注的点 那就是所谓大陆的高铁 到底有没有靠背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 绿媒很刻意的呢 去扭曲 说啊 这个所谓的高铁 是为了马先生 才刻意去提速的 又说什么 给马先生坐的那个椅子 有靠背 是专门为马先生打造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但是因为马先生呢 亲自去体验了高铁 也让了台湾一些人呢 睁眼去了解 去看看大陆 知道说 原来大陆在高铁方面的成就 在世界上是领先全球 独步全球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高超 很多台湾人是因为马英九去体验 才注意到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 马先生到大陆去呢 也能够引发大家呢 去注意到说 其实在台湾岛内呢 还有一批啊 这种老一辈的 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于中华民族这种饮水资源 还是有相当深的认同感 那么最后我们说呢 那就是马先生呢 虽然他的支持度 在他当时卸任的时候 已经跌到啊 这个只剩下10%以下了 但是呢 随着这几年 很多人看到 民进党的倒行女士 对马时代呢 又重新有一些回味和想念了 那么马先生呢 在我们讲所谓的蓝营 至少是一些基层群众里头 尤其呢 我们说呢 主要是婆婆妈妈 军公教族群啊 他们呢 一方面呢 是恨马先生啊 当初呢 在执政的时候呢 带头去砍所谓军公教的 这个退休凤 但是呢 又还是觉得 比起民进党来说 毕竟马先生呢 还是一个比较讲规矩的人 所以呢 马对于这些人来讲 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 也就是呢 我们讲的所谓的老蓝啦 所谓的铁蓝啦 那么马英九 现在呢 他也到大陆去了 就犹如我们说 柯文哲 能够带动一些 过去支持蔡英文的 所谓绿色的年轻人 开始呢 也变得没有那么毒 至少呢 用比较中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 那么马英九现在呢 也跨出了这一步到大陆去 就能够让一些啊 我们讲所谓的老蓝 铁蓝 死蓝 他们因为啊 过去有所谓的国共情节 所以对大陆呢 还是有一些 我们讲迷思啦 或者放不下的啊 这种情节啦 那么马英九 现在都到了大陆 对他们来说 好像就比较能够释怀 那么包括呢 对于台湾岛内的统派来讲 也算是某种程度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就是马英九都带头 和大陆方面开始进行 这种我们讲所谓的交流啦 他也说他是中国人啦 统一也是一个所谓的选项啦 虽然他仍然不是旗日鲜明的 但是呢 对于统派来讲 他也起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保护的作用 也就是在台湾岛内啊 不是只有统派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像马英九这种呢 还不能称为统派 但是属于传统国民党的人士 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统一至少是一个选项 不过我们说 马英九仍然有他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包括 马英九现在说 自己是中国人 事实上呢 在2008年以前 他也多次说过 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偏偏在2008到2016 他大权在握 是台湾领导人身份的时候呢 他就是不说 每次呢 要么说中华民族 要么说华人 就是不愿意堂堂正正的讲 我们是中国人 包括现在他说啊 统一是一个所谓选项之一 这个讲法其实仍然是讨巧而不精确的 因为呢就算是基于啊 我们说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统一啊也是我们的目标 而不是所谓叫做选项之一 那么再者就是 马先生毕竟已经没有实权了 不但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台湾的领导人 而且呢 他连国民党的领导人也已经不是了 在去年我们看得很清楚 马先生出来呢 想要撮合蓝白河 但是最终国民党很多人呢 对马先生都有意见 就连马先生昔日最倚重的金普聪 都通过媒体放话 说马先生会这么热衷 蓝白河是不是接受了大陆的指令 也就是金普聪都敢不给马英九好脸色看了 那么国民党后来为了马英九 这个他们认为所谓马先生过渡清大陆了 所以还和他切割不准他上台来挺侯友谊 此情此景啊 可以说国民党现在就连马英九路线 他们都觉得要保持距离了 所谓呢 过去马英九强调的九二共识 同时当然也伴随着叫做不统不独不武 这种讲法其实都已经不算是真正的统派 但是呢 今天的国民党连这样都不能接受了 那么再来就是呢 有些人可能幻想 认为说啊 在当年2004年陈水扁当选之后 隔年2005年连战呢 有一个破冰之旅 那么可以说呢 是让大陆呢 虽然在民进党执政的同时 还有另一个抓手 就是国民党来缓和两岸的紧张 可是如今呢 我们说马英九不同于当年的连战 当年的连战呢 在04年他没有办法连任 05年到大陆 当时连战还算是如日中天 有非常强的民意基础 而且大家呢 对于国民党有个很大的寄望 就是后头有马英九 有机会重返执政 可是如今呢 国民党已经不同当年了 连马英九都从小马哥变成老马了 而国民党也越来越毒化了 现在呢 除了马英九以外 国民党里头你几乎找不到 还有这个所谓呢 既有声望又有实权 有地位的人呢 愿意呢 也去推动两岸的关系 我想洪秀柱大概他现在也不在位了 也不能算在内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呢 几乎呢 是越来越毒化 越来越倾向民进党 尤其我们说在两岸路线上 再来就是呢 当年05年的时候呢 大家还寄望于说 两岸至少呢 先搞经贸交流 所谓呢 两岸当时连三通都还没有实现 可是如今是啊 两岸早就三通多年了 能够搞的经贸交流 都交流的差不多了 最终还是得要面对问题呀 那就是呢 政治方面怎么处理呀 所以我们说 两岸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 现在继续打混 只是谈谈经贸交流了 文化交流了 其实对大局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最终呢 我们还是啊 要这个鼓励马先生 既然呢 现在决定 要来走两岸交流的路 既然呢 现在决定啊 要继续呢 既去年第一次踏出 两岸的这个交流到大陆去 现在还要再继续到大陆 那么呢 就不要唯德不足 应该啊 要勇往直前的 做该做的事 那么我们讲 所谓不要唯德不足 换句话说 也就是马先生 其实你啊 在你最有权力的时候 没有担负起 应该担负的责任 说实在 你是有过的 既然如此 现在我们将功折罪 我们将功补过 希望你能够做出 更多往前进的事 勇敢的讲清楚 统一 就是我们的目标 中国人就应该要追求 国家的统一 既然我们反对台独 认为台独会引发战争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 要么再打一个仗 来解决内战遗留的问题 要么要用谈的 那就必须要明确的说 我们一起追求 国家统一 全部都有一品 去试试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